中共肺炎重伤全球2018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日本专家本树佑指出 台湾抵抗疫情所采取的措施非常值得日本参考 本树佑对日本经济新闻表示 台湾采取的措施非常有参考价值 通过一个号码统一管理个人的医疗健保等资讯 在教育方面 线上教学的方式能让老师与学生的一对一感受更强 在40人大教室不会感到孤独 希望日本能够大胆的实施